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又侍奉马门 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看到优秀的原因了吗 当一个基督徒做了正确的选择 因为看见认识了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将复活带给了我们 他将生命带给了我们 他将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带给了我们 他将神的国和神的义带给了我们 于是我们生命中只有这一个主 我们不侍奉马门 只侍奉这一个主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忧愁 这样的人心中的忧愁 可以被主拿掉 但是为什么在你的里面总是拿不掉呢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既侍奉上帝 又侍奉什么 马门 好 所以忧愁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当然实际上是同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说忧愁忧虑是堕落的结果 对吧 那堕落的一个结果在敬拜上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这样的人必然在他的心中 要用许多的刺 许多的愁苦 把他的心给刺透了 所以忧愁是败偶像的结果 你忧虑不是因为钱少 你忧虑不是因为你们家没买房子 或者最近成都房价涨得特别疯狂 我在我周围啊 我这段时间 反正我认识的 听说的 至少有十几二十家人都在买房子 各位 我不是说你不能买房子 我最近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如火如荼的一种 一种氛围 你知道吗 忧愁是因为你活在这个氛围当中 你活在文化给你的这一种的氛围当中 经济 今天全球叫做市场经济 各位你知道市场经济 今天是已经全球化了 意味着什么 市场经济有一种力量 就是要你把你生命当中的一切都市场化 市场经济有一种力量 就是把你生命中的一切都要拿来估价 市场有一种的力量 今天他把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人都整合进入一个买卖和市场的体系当中 和文化当中 没有人可以置外于这个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是全球系统 今天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社群 不愿意被整合在这个系统当中 打死都不愿意 就是伊斯兰 所以他们用 当然他们是用邪恶的方法 他们是用恐怖的方法 但是他们是用恐怖的方法 在反抗一个世俗化的 和市场化的 和西方化的一个全球系统 他们不想被整合在这个系统当中 他们想表达他们生命当中的 他们的社群和他们的信仰当中的 一种超自然的属性 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不认识 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被整合在这一个市场的体系当中 市场是今天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金融图 最强大的思维系统和操作系统 你的忧虑 你的忧虑是从这里来的 你明明买了一样东西 你很开心的 你买成八百块嘛 很开心的 过了两周 发现人家降价变成五百多了 你又忧虑了 因为你生命当中的幸福感 是通过市场来衡量的 市场给你的人生 是有一个K线图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整个的心情 你的整个的幸福指数 你的整个的生命当中的 渴望跟追求 是随着这个线在波动的 这就是你的忧虑 你能不能够抬起头来 离开这个人造的世界 这一个在堕落和罪恶当中 的人造的世界 虽然这里面也有很多 上帝的普遍的恩惠 他使我们在其中 吃什么穿什么 你所需用的这一切 你的腹都知道 但是你能不能从 这个人造的世界当中 抬起头来 看一看上帝所造的那个世界 看一看在那个世界当中 还能不能看见上帝 所以在四篇的第八篇那里 也是说呢 说你要观看什么 神指头所造的天 并他所成色的什么 月亮星宿 其实那个地方的观看 我们翻译就要看 其实那个原文是想了 你来想一想 你来思想 这个神指头所造的天 然后呢 刚才回到我刚才讲那个比喻 我又不是皇帝 我不是皇帝 我为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 很正常的 皇帝为这个忧虑 那就是太不像话了 诗篇第八篇说你来看 这后面说什么 后面提到怎样的尊贵的一位 后面提到比万物都尊贵的 比咬你的那个 你叫不出名字的那个家伙 比他更尊贵的 或者比天上的那些乌鸦 没什么用处的 比他更尊贵的是什么 你使他什么 比天使微小一点 又赐给他什么 荣耀 尊贵 为冠冕 那你是什么 你是王子吗 你是公主吗 哪有这个宇宙的王子公主在想 我下一个吃什么呢 你明白吗 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他来到我们的当中 透过认识他和认识你里面 那一个堕落的产物 那一个被世界的这个系统 所定义 所驱使的那个忧虑 然后让你重新在他的里面 因为认识他 而成为什么 比天使更微小一点的 那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凡击鸩 海盗的都要浮在他脚下的 那一位是谁啊 那一位是耶稣神的儿子 但是呢 那个经文也是可以指到 我们这些呢 从黑暗和堕落 和我们的忧虑当中走出来 信靠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的 在他里面的每一个基督 如果基督是这个宇宙的君王 君王不应该 君王不需要 为吃什么穿什么 住哪里而忧愁 那么一切在他里面 叫基督徒的 他们都有什么 荣耀尊贵 为冠冕 他们都是这个地上 如同被恢复的 亚当夏娃 起初在伊甸里面的那个身份 叫做什么 摄政王的身份 所以你们这些天国的子民 你们这些君尊的祭司 你们这些被称为上帝儿女的 你们在上帝的唯一的独生的 真正的儿子里面 而活着的人 信靠他 在他的里面 有了新的身份 新的尊贵 比废尿贵重得多的人 你们怎么可能忧虑呢 下次尊贴重得多的人 ronateg